那么在上一小节我们完成了账户查询和余额查询这样的功能 那么在本节呢我们继续完成它的这个功能 来做一个用户这样账户转账的这样的功能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去做一个转账的界面 填入你要转入的一个账户地址和转入的金额 这样我们来完成完成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 打开appgs在这个render函数里面 下面我们继续来完成它 那在下面呢我们继续去添加一个DIV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idecoin的方法来完成一个转账的操作 在这里我们输入它的转入地址和金额 然后完成一个转账 好的现在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好的我们输入一个转入的金转入的地址 金额啊我们写一个1 好点击转账 好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big number 好的我们开始那一行啊 big number not a number 那我这里我们先来去啊打一下这个地址啊 打一下用户的输入看看是否能够获取到 address2和这个trust value 好我们来现在看一下能够能够正常的获取到啊 ok没有问题啊能够正常获取到 那么现在它这个样式也有问题有些问题啊 那么这个样式呢啊我们也是呢来稍微给它修改一下 好我们给这个DIV呢啊给它去添加一个 这个啊PureG啊天下这么一个class name 或者天下这样一个这个class name吧 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 class name啊class name呢我们让它等于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啊这样就ok了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啊输入转入的一个地址 转入的金额啊点击查询好或许到这个啊或许到他的这个啊 输入地址和金额 然后呢在下面呢我们去调用他的啊转账的方法 啊我们调用他的转账的方法 minecoin instance啊sidecoin的方法啊那么他传入这个地址和金额 完成一个转账 测试一下输入转账的地址啊比如我们转给这个账户 好我们转10个以太币点击转账那么转账成功之后呢返回给我们转账的结果 然后呢在这里可以看到啊交易成功的这个这个交易的哈希啊translation哈希 好的那这样呢我们就完成这个转账操作啊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来可以去怎么样查询一下他的余额啊查询一下啊可以看到他有10个以太币啊我们再次给别的账户转一下啊再测一下 转账10个然后我们再转14个转账然后呢进行一个查询24个以太币没有问题啊那么我点击查询和转账完之后呢这个输入框应该给他怎么样应该给他清空是吧啊清空好的那么我在查询啊我们找到这个查询的函数 查询的函数啊那么点击完之后呢在这里应该给他清空掉啊所以呢这里有给他修改一下啊把它账六等于什么呢等于空四不串就可以了啊同理下面这个呢也是啊把这两个值给他设置成空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啊我们给任意一个账户进行一个转账啊转入123查询 好现在没有显示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问题啊那么转账啊没有显示那么转账没有显示 两个给他注视掉啊先不给他清空掉好再进行一个转账 转账啊转完成功之后如果你要看余额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个查询啊进行一个查询OK就查到这个结果了好的这里我们还给他放开啊 好的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查询啊没有是吧没有一台币那我就给他进行一个转账 转账啊转完之后呢查询 OK就查到了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啊整个的啊使用travel和unbox啊来完成的这个创建自己的啊创建自己的这个啊虚拟货币啊然后呢我们使用这个react的界面啊完成这样的一个账户的展示啊查询 账户的余额和转账的这个操作啊那么代码呢和开发的文档啊我都在这里给大家写好了啊在我的这个简书的啊上面的已经给大家写好的完整的文档和 代码那代码在gethub上大家可以去gethub上下载 好的那么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啊和我交流 谢谢大家收看